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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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大友隊, 我們來吧 來吧, 次偉, 沒那麼容易中攻 好, 次偉, 加油 加油… 大友隊 我們為了追到次偉, 所以苦練跑步 為了追負次偉的假動作 這一年來, 我們不停練習 我相信大友隊不會輸給南國隊 不停練習, 現在要讓他看看 我們苦練的地獎 是… 就算四個一起來, 我也會衝過去 我不怕你們的 現在很精彩 次偉, 爹不停不穩, 雖然是這樣 但是次偉, 拼命中的方法 次偉 對方的反應很敏銳 我由任何一方衝去, 它都可以接得住 次偉, 你是可以的 能夠看穿我們的一舉一動 突然把球傳給後面 沒錯, 你前面沒路好走 你現在唯有向後拳走 因為當時對方把手很緊密 假如大次偉 強勁衝過大友隊四人組的話 他一定會被對方搶走球 所以大次偉馬上改變攻勢 他這樣做是明智之舉的 南角隊, 為甚麼我打成這樣呢 球雖然是在他面上 但好像被大友都抹緊的 這樣的情形都是退後比較好 你們看, 我們最重要是抹緊次偉 南角隊的球員就是全靠他了 激氣, 千萬不要被他嚇到 你們要想盡辦法把球交給次偉 知道了 南角隊員把球交給次偉 對… 但我照顧你, 好像沒甚麼衝擊 可能位置太厚, 就說對方的攻擊目標 好, 逆意進攻, 來吧, 手中埋 好, 這個球我絕對不會失 你以為可以把球交給另一個嗎 我會去接著那個球的 糟了, 阿婆 大家這個隊員在中山 不可以去接著那個球 糟了, 接不住了 中山接不到那個球 這位一腳就估到中山會接球了 所以盡量把那個衝擊的球 手中埋就直接接到那個球了 我現在繼續進攻 行了, 刺毀這個好東西 中山太疏忽了 所以才會接不到這個球 手中埋繼續帶那個球 我現在帶了槍了 他沒那麼容易的 他抱你, 接到了 為甚麼 大約會有阿公把守龍門 重新接著那個球 太好了, 阿公接得好 為甚麼會這樣 有我把守龍門 你們不要那麼容易得到分 那個扫門員很厲害 次位, 我和你的決鬥剛剛開始 是呀 球場之英, 大刺毀 球場之英, 大刺毀 喔? 看著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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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友隊新當你害貌, 你是… 金字之問, 我來介紹吧 她是新加入啦啦隊的隊員 請多多指教, 我叫做… 莉莉, 你是不是莉莉? 志彤表哥? 大友隊拋了對方 好, 接著我拿到個球 糟了, 大友吃人粥, 絕絕撕毀 好, 他把我幫忙給手中衛 這次, 南國隊會輸都不頂 你說甚麼? 對不起, 因為他甚麼都不知道 好, 讓我來介紹一下 他就是九州足球隊的隊員 亦是我表哥 志彤表哥, 你怎麼這麼說 沒事, 不怕老實說 我這次來的目的是 打探南國的情形, 他們的對手 大友隊我認為非常之厲害 但是, 志彤沒辦法衝過四人組 還有, 想著一定會射進龍門那一球 又被人接住 很少見到有這麼厲害的守門員 大友隊的實力真的相當豐厚 其次就是, 那個九號球員 他投技真的很好 說得沒錯 雖然, 志彤搶到那個球 但是兩個人的實力相當接近 相信志彤也知道他是厲害的 看看 他今天守衛後面, 目的是記住他 你是誰來的 我就是足球協會人員 我叫片彤 阿龍, 你是今年全國大賽 九州長期足球隊的代表 我? 志彤同學, 是嗎? 雙方在這場比賽中都很耐力 我看得多難得到分 就是說, 先得分的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好了, 現在手中外 再幫我分, 拿起來 兩陣的, 我射吧 好, 又接到了 大友隊的守門員相當厲害 如果不是次位射球的話 想得到分得挺難的 沒有次位在這裡 那個九號將攻得更容易 還有就是 大友隊在攻守兩方面 隊員分得很清楚 比起南國方面 完全由次位控制 會有利很多 對了, 總之這場比賽 會變成次位和九號 兩個人的決鬥 好了, 阿谷串個球出去 是, 最多大友隊出攻 到, 損田 是 政浦想出, 管我交給新田 此位前輩 我目前的力量可能衝不過你的攔截 不過我… 我有個新方法 新年童鵝, 你照在他前面 讓我幫我大腳踢 真的, 可能是火山翔會電過 電過叫他送到龍門那裡 好厲害 新奇呀 好厲害, 得到了 我彈住了 蛇神得好漂亮, 真好可惜 很危險 氣死人了, 差點點射入網 究竟甚麼事?前輩 次位 次位, 你的確很棒 球向正這方面射過去 如果你避開的話, 就會成功射入龍門 但是你擋著球, 不讓我順利得分 新田, 你真厲害 我很開心 我等了這麼久 終於讓我遇到一個高強的對手 甚麼? 你說高強的對手? 沒錯, 我們的家實太小了 這個次位的人, 在國內都怕很難找到另一個 東方學院的小志強 明和隊的歐陽健威 武藏隊的三參順 富良野隊的松山 法輪隊的正副和和副 他們幾個在小學的時候都被稱為是次位的對手 不過 在升上初中之後這幾年來 很可惜, 連一個都達不到次位的水準 或者 是次位的水準提得太高了 次位的實力可以說是勝過高中生 現在, 在次位面前出現了這麼有實力的新田同學 這件事最開心的是次位都未定 因為次位他知道有高強的對手來跟他較量 這樣他才隨便有進步 慢著, 片銅先生 你是不是忘了另外還有一個足球的好手? 哈哈, 我記起了, 次藤同學 你大有可能會成為次位的對手嘛, 是不是? 當然是, 粉碎藍隊的青霸美夢的人 那個人就是我 是呀, 表哥 你踢球踢得很厲害嗎? 莉莉, 你遲些就會知道我多好事了 好了, 剛才新田射的球被次位擋進去 不能進入龍門 現在由大俠都踢國球了 比賽繼續開始 好, 主要踢國球的就是大俠的隊長 正普同學 難怪, 有沒有加到新田呢? 新田也超過得很實 原來大俠都踢個隊員西美 他頂住了 進不了, 好的 加油, 加油, 藍國, 加油 好了, 現在手足為繼續進攻 是呀… 正無想團挖他, 真厲害 新田 你… 交給新田 藍國隊會否把交球放得這麼順利 因為大俠都在主帳新田 你只會挖得很實勢, 沒辦法找到分 全國初中足球大賽 正當遠大賽的決賽 藍國隊隊隊大俠隊 現在這時候是競爭一分就投賽了 天童先生, 正如你所說 這場比賽 邊隊得分才對他們的輸贏很有影響 沒錯, 假如邊隊得到這分的 機會很大 好了, 上半場只剩一分鐘 過往南國隊那裡 他們可以帶一舉陣地進攻 你們沒本事必得殺我們的 現在這樣的情形, 次衛怎麼應付 大俠親四人總是藍色藍國隊 來吧 激氣, 如果不撕掉他們的就沒辦法取分了 你先別動, 把球給我吧, 來吧 一折折就失去了大夫人 現在看著大俠隊進攻了 好了, 次衛 糟了 大俠隊四人總是藍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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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球一定會被他們截到的 好了, 就這樣做吧 糟了 是不可能的 五天球長距離凌空射球 在這麼短距離射球 我怎麼進龍門呢? 厲害 我怎麼進龍門? 好, 走不了 好, 成功了 我們先拿風箭 太好了… 這球射得很精彩 能夠在這麼短距離射入龍門 阿刀是守龍門的高手 居然也接不到這個球 上半場二十九分鐘 大友隊雖然防衣很嚴密 但被男哥也得到一分 很激烈 可以了, 我們一定會贏, 厲害 這位真聰明, 這球射得很精彩 其實我沒什麼把握射入龍門 每天都很幸運 他為什麼這麼聰明呢? 距離這麼遠, 球又不停 這樣也能夠射入龍門 不過當時除了這麼做 也沒有其他辦法 好, 喉靖出雞, 上半場打完了 是, 靖光源大賽的決賽 又去聯合冠軍的南國隊 以一分領先打贏大友隊 在今年大賽中, 大友隊第一次失分 大刺偉, 你真厲害 想不到你會用不停球的方法 射入龍門 刺偉的確很機靜 他知道沒時間讓他停球 上半場就快結束 他要在短時間內作出判斷 爭取射入的機會 來了, 大家辛苦了 不如吃點東西, 大家休息一下 這樣我不客氣了 好吃 是甚麼 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不客氣了 好吃 吃點東西 好吃 對了, 莉莉, 趁現在休息時間 你介紹那兩位小姐給我認識 行不行, 莉莉, 求求你 表哥, 你想套好這兩位小姐 都是沒用的了 她們已經有心上癮了 甚麼? 難道她比我更英俊, 是不是 我… 個人就在那邊 我… 是大次衛, 兩位小姐喜歡她 我更想打敗她 激氣, 居然被大次衛射入了一球 不可能的 靠你們目前這樣的力量 想打敗藍國隊, 簡直是做夢 對不起, 我不好, 我守不住龍門 那又不怪你 因為刺偉這個人是比較特別的 真是激氣, 被她拿了一分 新田, 你不用急 我相信下半場 她們都是用同樣的戰略 我們就照舊地打吧 首方面由我來負責 由你們來進攻和射球 好 好 始終都是大次衛摘上風 別亂說, 勝敗都要看下半場 你都看上半場大次衛抹著她 新田沒法子脫身了, 是不是 是的, 投技方面她沒有次衛前輩那麼厲害 但跑的速度她不會輸給次衛 新田有獵鷹射球這種絕技 大次衛沒有 下半場一定打成平手 沒錯, 新田不會就這樣算數 真正的勝負會在下半場 以我目前的能力 想打下刺偉是不可能的 這樣我應該怎麼做呢 以我跑的速度 雖然可以撇拉抹著我的人 而且等接到球之後 那不行 接到球的時候就會被刺偉搶了她 我以為刺偉那種射球 不用停步就射球 不過, 目前我還沒有這種 這麼高的射球技術 新田, 時間到了, 走吧 南角隊對大友隊 下半場馬上開始了 在短短三十分鐘之內 想取得第三個全國大賽冠軍的南角 可否過得到第一關的靜岡大賽呢 還是大友隊在下半場會追回南角呢 我會落靈打不會洩氣的 我們經過長時間的練習 不會那麼容易輸給他們的 好, 下半場馬上開始 大家快點 是 我們取得了一分 他們會很緊張的 我們要小心點, 知道嗎 好 加油, 南角, 加油 去呀, 新田 大友隊新田向南角龍門跑過來 是呀 我拿到球之後就要撕開 大友隊的戰略 就是要把球交給新田射門 幫我這樣做是相當困難 因為有南角的攻守 大招牌在這裡握著新田 究竟大友隊四人隊 是否可以把球交給新田呢 明知次偉在這裡 都要交球給新田 來了 把球交給新田 不知道他會怎麼做呢 我跑得比他快 短時間內可以把地方撕掉 但是停頭的話就趕不上了 好 好, 原來新運用 直接射球方法 可惜他起腳太快 失去重心地走下地 就幫你出界了 好, 很容易 好可愛 沒有, 你想學生腺位,不會那麼容易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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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論如何都要嘗試 新田 正蒲, 為甚麼他會這樣 新田從來沒有練習這麼難的社球術 我不知道, 總之我會交給他 正蒲, 難道還有其他的辦法嗎 那好吧 好了, 現在南國都由建制扔波出來 主持續舉行 雙方戰程很激烈 新田從最高速到漢前跑 就等著衝衝衝衝 小心, 新田 現在看見了魔教的新田 是玲瓏射球 開始的球不夠重力 南國都會守門員, 新田接著那個球 為甚麼沒辦法入到網 為甚麼這麼順盡 他師父太心急 新田雖然跑得很快 右邊來的球 要一邊跑一邊不停地射球 這樣射球 從錯的中生來說 的確是很難做得到的 現在很難估計的 他這次比第一節射得好很多 他這次比第一節射得好很多 可能他會爭取時間 你說甚麼很難估計 下半場剛剛開始了 你以後會明白 新田, 儘管來 似乎, 你看著來 我會繼續試 你用那個球不停 配合我的聶經射球 我相信一定會成功入網 大人 新田的ノートラップ速車的一個速車 不然如此,如果他回到一場,必然能決定ノートラップシュート! 押忍了! 你已經沒有出場了! 我保持了我,然後攻擊! 下一回,Captain翼,ノートラップ早草シュート! KICK OFF!